先來講講 剛剛跟巧欣在聊的時候 我們也在講說 這是開車嗎 賴清德出席了民進黨的 國務親旗劍營 他跟學生互動 我必須說昨天第一時間 我們家的記者一直回報就說 賴清德昨天特別嗨 笑也笑得特別開心 聊了什麼動作都願意做 什麼話都說出來 心情真的是特別好 再仔細看一下這個笑容 我只能用燦笑來形容 那他也講到了 運動員在運動場上 要有運動家的精神 每一個政黨都要發揮民主精神 接受大法官的裁判 如果政黨沒有接受大法官的解釋 人民就會有虛聲 青鳥就會飛出來 巧欣他講的當然是視線案 可是青鳥就會飛出來 由總統本身 吹響了這個號角 其實國民黨從來 不管國民黨 藍白從來就沒有說 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釋啊 就是說我們修法是立法院的 立法委員的權利 那行政院要提出副議 雖然他提的副議理由都很瞎 可是他們也有這個權利可以提出 那當然我們也有 理由或者是說我們也有權利 去拒絕這個副議 他們要提示線我們也尊重 只是我們不斷的呼籲大法官 不要因為你是當初 蔡英文提名的 你就有既定的色彩 變成是大法官為了政治服務 這是我們的提醒 可是誰說我們會不接受 大法官的解釋呢 如果大法官今天的解釋 那可能對於部分的一些法條裡面 他有一些不能同意的地方 那我們身為立法委員 我們仍然可以再次的修法 把法修到大法官同意為止 不是嗎 這個 憲法的這個 釋憲的585號 本來就有給予立法委員調查權 所以那到底如果今天 大法官申請釋憲之後 認為我們現在所修的條文 有一些部分他認為 也是違反憲法的 那立法委員當然可以參考 這一份大法官的解釋 再一次的進行修法 讓他能夠合乎於大法官的解釋 所以就等於是從來一遍 沒有不行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沒事說 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釋呢 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 有什麼好不好接受的 所以他根本就在胡扯蠻纏 只是為了想要講說 我青鳥很多 我鳥很多 等一下我全部都放出來喔 我這裡很多鳥喔 你不要小看我賴清德喔 我鳥多喔 但是問題是其實你可以看到 最近幾場的青鳥行動 已經沒人啦 對 前一陣子還想透過什麼反核 再召集一次青鳥 冷冷清清 七七 慘慘七七 後來又說我們選辦法要禁腹二毒 晚上也要來個青鳥 結果有看到鳥嗎 門都沒有 這禮拜五是不是下午又有號召鳥來 沒有鳥啊 鳥到去哪了 根本就沒有鳥啦 而且現在他們在地方上辦選獎 完全都是民進黨的基本盤 都是這個長輩們居多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 裡面最年輕可能就我 所以我必須要說 你就是回歸基本盤嘛 那回歸基本盤沒有問題啊 國民黨坦白說 我們也是回歸基本盤嘛 所以基本盤跟基本盤的對決 再加上民眾黨 其實在這幾個議題上 跟國民黨也是互相贊同的喔 不管是不是修選辦法 比方說選辦法本來國民黨有一個 需要提高門檻的 民眾黨不同意 在兩方的協商之下改成什麼 改成要付上身份證的贏本 證贏本 就比照總統大選的連署 我不曉得這裡有哪裡不對 我不曉得大家有什麼好不同意的 以前蘇小惠也很同意啊 對啊以前 而且 那你如果同樣的邏輯 要不要 民進黨要不要提案 廢除 總統連署時 需要付上身份證 這是同一件事情嘛 一個是選舉 一個是罷免 他選罷 互為一體 所以如果你認為 連署的時候 罷免的連署 不需要付上身份證 否則就非常糟糕 那你也應該要主張 總統的連署 不需要付上身份證 這才是對的 所以你不能一邊這樣一邊那樣 這就是雙重標準嘛 所以我們都認為 你在連署的時候 第一關第二關要付上 這些身份證明 我才知道你是真的想罷免這個人啊 不然很多死人連署的 還有被連署的 比方說好了 他會抽擠一些比例 然後呢 寄信到你家 那寄雙掛號到你家說 你有沒有來參加這個連署 如果你沒有回信的話 是為什麼 是為你同意耶 那像我這種不收信箱的人 那萬一我被超名冊了 那我們不就變被 記者會幫你收信 好記者幫我收信箱 謝謝你們喔 所以說 很多人他們其實可能根本沒有連署 然後但是呢 卻被操資料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 目前不用付上 正反面的身份證 影響 連發證的時間 都不用寫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我們一個 議員或一個 立委 一年 可以辦多少活動 會收集到多少 我們選民的名單 這些內容都抄上去 那就交出去了 不就第1階段 第2階段就過了 直接去投票 25%門檻 你只要匯聚你的基本盤就好 所以我認為 謝國良這場是必須要打熱戰 讓我們回到原點 我覺得賴清德 不要處處用威脅 你不要得意的笑 燦笑之後 然後你就覺得 好了 好我對付完民進黨 現在又要拿我的鳥 出來對付國民黨了 這個威脅 我們是不會怕的 當賴清德講這樣的話的時候 許正哥很多人就反推 你為什麼要假定 在野黨沒有辦法接受 那是不是你已經對結果 你已經搞清楚了 我想網友也都看得很明白 在PET上面刷了一片 民主恐怖分子 看樣子已經知道結果了 這樣的一個 演都不演了 我今天看到標題 也寫得很好啊 主席忙著六鳥 忙著鬥鳥 賴總統卻是搞失蹤的 這個 我先從總統的角色 開始說起 當然這是一場 民進黨的 所謂的國務卿的一個 旗艦營的活動 所以他應該是用 黨主席的這個身份 可是呢 你看這個台下的 這個青年的對話 都稱賴清德為總統 他們都很高興說 民主是什麼 民主就是我們可以跟總統 一起來談論 談論這個 這個事情 所以 台下是認為說他是總統 可是呢活動是民進黨辦的活動 所以賴清德的出席 他到底是用總統的名義出席 還是用黨主席的名義出席 如果是以總統的名義出席的話 他這種 刻意去栽贓 或是抹黑在野黨的做法 就是 失格了 因為總統他就是一個 這個超然獨立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他 他不是民進黨 或者40%選民的總統 他是全民的總統 所以他應該要站在更高的高度 所以說 如果他是用總統的角度 他失格了 那如果從民進黨的這個角度裡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是真了 為什麼他是真了呢 第一個就是 他坐實了很多外界的意測 就認為說 因為現在的大法官是民進黨執政的 特別選出來的大法官 所以其實外界早就有意測認為說 不管憲法法庭或大法官的會議 對於國會的武法 一定會 把他打回來 所以這個已經是外界在意測的 今天被賴清德做實了 也就是賴清德知道 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對民進黨有利 那所以他才講出這番 這番話 那第二個呢 他失真的地方是在於這個比喻 這個比喻把一個大法官會議或是憲法法庭的這個 最後的結果 認為是一個棒球比賽 第一個是做小了 這個大法官會議 大法官會議怎麼會是一場棒球比賽呢 這個你不能拿來 用什麼治大國如蓬小仙的這樣的一個比喻 來做比擬 那我覺得第一個他不是一個棒球比賽 第二個 縱然他是一個棒球比賽 裁判 都還是公正的 但是在賴清德的大法官會議的這個裁判呢 是大法官 他就不公正了 所以因此呢 他跟棒球比賽不能比 我們有職棒開打從民國70年代到今天為止 打假球的只有球員 而沒有裁判 所以裁判基本上都還會被外界視為是一個公正的代表 於是 總教練如果要跟裁判有什麼 那一定會被請出場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在棒球是 被大家可以接受 而且我好像寧可相信主審也沒辦法相信我們大法官 是 所以我說棒球比賽大家對他有信賴度 有信任感 但是大法官會議到今天為止是沒有 那更換剛才我們 委員特別提到了 從來沒有說 在野黨或者國民黨也好民眾黨也好 不接受大法官會議的最後結果 第一是這個結果還沒出來 第二你作為一個 總統或者是執政黨的黨主席 你沒有那個 不應該那麼 沒有格調的 去指摘一個沒有發生的事情 第三 就是 我覺得非常不正經 說青鳥飛出來 我覺得青鳥第一不是民進黨所豢養的 不是他說飛出來就飛出來 第二 你可以用青鳥會表達他們的意見 這樣的一個 更尊重青鳥的一個說法 不是說青鳥會飛出來 我覺得這裡面多少有一點開黃腔的意味 我覺得非常不好 這個青年朋友都是 是這樣的一個語法語態 來做一個表述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種開黃腔 我覺得很不適大體 我覺得對於這些青年朋友也不尊重 在這麼一個嚴肅的場合 他第一個是認為說明了青鳥是我豢養的 第二個就是開黃腔 那第三個呢 我覺得就是 青鳥 他不是民進黨執政的一個工具 更何況你今天作為一個執政的這個政黨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做的是一個調和丁奶 非常像 賴清德剛剛上任的時候所召集的共識營裡面講的 他期待 現在的國會 因為他知道這個國會的結構是如此 所以他希望國會裡頭 能夠理性的來問政 那可是 看來是捨此不圖 我這個禮拜在 貴節目裡面也特別講到 民眾是期待立法院 是一個大家在裡頭理性問政的一個場域 但你一定要把它 變成是一個羅馬競技場 那我們非常無奈 我們作為一個選民非常無奈 所以就 那你們愛打嗎 那你們就打 那打了就不要叫 不要說又要打 然後又要叫痛 然後我覺得 那我今天又 看到了他們在各地的這個宣講 而且是林楚英 委員 他講的我覺得 非常贊同 他說他會奮戰到底 我是期待這樣的精神 我們巧新委員也曾經講過血流成河 很好啊 因為 這是我們選民的無奈 我們當然是希望理性問政 是 我們花了錢 然後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他們不要理性問政 那如果你既然捨此不圖 那你們愛喜歡打 那你們就打 那打了就不要叫 而且呢要打真的 就要打到有死人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立法委員 他的職責 他就在國會裡面問政 所以他 他不惜用生命相搏 也要去阻擋一些 危害到人民的一些法案嘛 所以 應該立法委員他就是要以什麼 要死在發言台上為職制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才是他的這個最高的 服務的宗旨嘛 就是我用我不惜用我的性命 來阻擋 這些 這個對民眾有害的這些法案嘛 那今天 看起來好像 打的還是有點假啦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選民的 至少我個人 我覺得還是不滿意 而且 我更不滿意的是 以對國民黨而言的話 就怎麼老是都是 女性 委員出頭啊 這些男性 到底做什麼去了 那你說男性在勸嫁 我覺得男性應該要 參與 要用行動參與 而不是精神加盟而已 要行動歸對 我覺得這個 會讓我們選民會更有感 因為 既然理性問政 不可得 對我們一般民眾而言 不可得 那就應該 要好好的下去 這是 就是我對於賴清德的 這個做法 就第一個 比喻失當 就是一個 一個 憲法法庭 或者是大法官會議 他不是一場棒球比賽 第二 如果是棒球比賽 我們相信裁判 但我們 現在看起來是 不太相信大法官 那第三個就是賴清德 不應該去預判這個結果 顯然他是知道了 那第四 他不應該栽贓 在野黨說 在野黨會不接受 這樣結果 第四 就是青鳥 絕對不是他豢養的 請他們 就請民進黨 或者請賴清德 對於青鳥 有他一定的 基本的尊重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和 KS 黃家 专属你的KS Law Your Care